7点28分 早安气象时间 我会提醒北部东半部的观众朋友 今天还是要把鱼三宇具 备在身上以防不时之需 天气方面继续带你来看到 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另外还有华南雨区的影响之下 所以说今天各地云量 可能会比较偏多一点 北部东半部地区 当然还是降雨热区 不过礼拜四到礼拜六的时候 天气会转偏 比较稳定一点 因为东北季风要减弱了 温度也会回升 但是在礼拜天的时候 就会有下一波强冷空气暴到 而且会到冷气团等级 会不会再更强 我们要持续为您观察 而从温度曲线图 带你来看到 这一波冷气团 在礼拜天的时候 越晚越冷 而当天最高温就是会在清晨 目前看起来在北部 还有宜兰地区的低温 可能会落在13度左右 中南部14到16度 花冬是17到18度 那么会不会有可能 到达强烈冷气团 甚至是触及寒流等级 这个目前还要在持续的观察当中 不过降雨的部分 接下来几天的状况 也带你了解 在今天明天的时候 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 跟华南雨区的影响 所以说降雨的范围 稍微比较扩大 除了北部东半部之外 在中南部山区也会有一些降雨 但是到了礼拜四到礼拜六的时候 转吹一片东南风 所以说迎风面变成东半部地区了 所以西半部地区天气上相对比较稳定 如果说您要在年前扫除的话 可以好好把握礼拜四到礼拜六的这三天 不过回到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 还是要带你了解 今天在桃园伊北跟东半部 甚至到恒春半岛 也都会有一些比较局部性的降雨 包含中南部山区也是 但是整体看起来 雨势并不是很明显 只有宜兰地区 可能整天降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至于温度方面 带你来看数字上的表现 在礼拜三的时候 各地是在22到25、6度 早晚还是有点偏凉冷 那礼拜四等到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之后 北台湾温度还会再稍微的回升一点 各地感受在白天的时候 是比较舒适的 但早晚还是有一点的凉意出现 同一时间我要特别提醒 今天西半部地区空气品质还是不好 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 因为处于下风处 可能会出现橘色甚至是红色提醒 高平地区的观众朋友 今天就要特别注意您的呼吸到健康了 最后带你来看到今天各地的一个温度数字 今天要注意 桃园伊北降雨机会很高 高温比前一天小幅下滑到20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多云到晴 而另外南部地区要留意 屏东降雨机率20%是多云的天气 宜兰17-20度 花莲台东18-23度 利岛地区则是要留意可能会有降雨 还有沿海地区的风浪是比较明显的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